台北市第一座生态公园 复名生态公园 昨天元旦是它的落成10周年 但是10年下来却发现 生态这两个字含义似乎是越来越远 10年来这里沦为民众放生弃养的场所 弃养的优势物种像是熬虾乌龟等生物 把公园水池内的植物和昆虫都吃掉 相对的对生态来说 反而是一大破坏 坐落在住宅区的这所公园 长者乘着阳光探头出来晒晒太阳 还有民众前往运动 这里是台北市首座的生态公园 一个就是那个都市型的生态公园 国小的小朋友导览 他们解说生态就是要怎么保护生态 元旦才举行落成10周年 也是公园美化的典范 不过才短短10年 原本作为教育心职的生态员 却遭到民众任意放生 根本破坏了生态 福寿罗随手捞就有 不放生不弃养更不能喂养 志工大推三部政策 就是希望能够保有生态保育的功能 志工有心维护 但就怕民众无情破坏 再好的公园也是白费行机 大家先为我想张俊伟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